大家好,我是一鸣,1月7号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的我们来关注美日澳这三国最近的新动态 他们干了什么呢?先是6号,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就南海和东海局势以及涉疆涉港等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而后呢是在7号,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加2的磋商 也就台湾问题等涉华议题对中方进行了指责 我们来听犯人的回应 我注意到昨天,今天,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美日举行了有关的会谈磋商 对中方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角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方在台湾以及涉海、涉疆涉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对美日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编造虚假信心抹黑中国 破坏地区国家团结互信的行径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有关国家提出了严正交涉 维护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尊重多年来形成的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 走团结对话合作之路 美日澳嘴上说自由、开放、包容 实际上却在拉帮结伙 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 炫耀武力进行军事动核 这同地区和平发展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也与他们自己声称的反对威压、胁迫、自相矛盾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美日澳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停止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计划 停止推进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实股污染水 停止否认和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借确然炒作周边局势 谋求军事大国地步 停止挑动地区国家分裂对抗 要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者 而不是散布谎言 设置障碍的麻烦制造者 其实无论是日澳也好 美澳也罢 关于他们这些小圈子的小动作 外交部的各位发言人进行了多次的回应 意思其实也都非常明确 你们相互之间怎么合作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但是不要牵涉第三国 太平洋够宽也够大 容得下各国平等相待 友好相处 但是有一条 任何的合作都应该是 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发展 而不是煽风挑逝 其实有的时候真是挺不明白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 说了这么多次 怎么有些国家那就是听不明白呢 这到底是理解力跟不上 还是压根没有听呢 咱也不知道了 好了 2022年的第一个周末就要到来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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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